玩了个豆 家蛋们 今天的蛋蛋岛怎么感觉不一样呢 这不是S6赛季的蛋蛋岛吗 还记得 我就是S6赛季入的坑 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黄蛋 操作有点菜 糖果上的星星怎么也拿不到 后来才知道 拉弓箭的时候可以上去 我拿到星星之后 还向玉儿狠狠地炫耀了一番 现在回想起来 真是感慨万千呀 我说小伙伴们 你们是哪个赛季入的坑呀 可以发在评论区让辉哥看一下哦 OK 但是不对呀 我昨天玩的时候 还是S13赛季 咱们今天就变成S6赛季的蛋蛋岛了 你知道吗玉儿 最近蛋蛋岛上成立了一个蛋饭的集团 他们天天偷蛋 你可得小心点 这么可怕呢 辉哥 那你可要保护好我 放心 有我在呢 不对呀 辉哥 我不就是辉哥吗 那他是谁呀 等等 让我打开名字看一下 我那个豆 黄军不吃香菜 对而不吃芹菜 啊 咱们有两个辉哥 他说你到底是谁 我必须是帅气的辉哥呀 还不是 他这么自恋 确实跟我有点像 那我说兄弟们 你们认为我是真辉哥的扣一 因为他是真辉哥的扣二 瞧好吧 等一下 等一下 你俩不要吵了 有没有一种可能 你俩都是真辉哥 你看看 这个辉哥的皮肤是大灰狼 可我们这个赛季 根本没有大灰狼皮肤呀 对呀 大灰狼皮肤是S8赛季上线的 而我就是从S13赛季穿越过来的 你能穿越啊 骗我是不是 哎呀 真的 今天我第一次上线的时候 确实是在13赛季 而且蛋蛋倒上还更新了井盖 结果蛋分的老大为了坑我 带他的小弟 全部钻进了井盖 结果我被井盖探飞了一路呀 这什么情况 纳米之后呢 由于我一直被井盖探飞 游戏视角不断的快速移动 然后游戏就好像出现了bug 那视角变得特别的高 高得我都看不清自己了 只出现了一个箭头 哇塞 这就是S13赛季的蛋崽岛吗 真好看呀 那可不嘛 虽然游戏出现了bug 但是我依旧可以进行操作 比如坐飞机 能够看清整个岛上的景色 还可以给篝火添加柴火 从空中看见整个火龙卷风的效果 那你是怎么穿越过来的 嗨 这种视角虽然特别 但是不能打电风赛呀 结果重新登陆之后 没想到就来到了S6的蛋崽岛 好家伙 没想到这么离谱呢 那可不 一切的喜因都是因为蛋饭的 不过能让我遇见曾经的自己和玉儿 我还是很开心的 我明白了 如果你现在推出游戏 再次重新登陆 是不是就会穿越回去了 应该是这样的 可我怎么有点不舍呢 没关系大回来 慧哥 我可以和S6的慧哥陪你玩呀 让你好好陪问一下S6的蛋崽岛 好呀 好呀 就这样 S13赛季的辉哥和S6赛季的辉哥鱼儿 一起来到了足球场踢足球 一起玩陆地行舟 一起乘坐摩天轮 欣赏S6赛季蛋崽岛的景色 一起回忆刚入坑时的快乐 对了 我要跟你们说的是 大方的集团在这个赛季刚刚成立 他们不久之后还会建立一个大本营 会不断地在岛上搞破坏 当你们遇到蛋饭子的时候 一定不要手软 要好好收拾他们 放心吧 交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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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家伙啊 重新登录之后 果然是又穿越回来了 现在是正常的S13赛季 哈哈 灰小子 今天你知道我们蛋饭子集团的厉害了吧 蛋饭子老大 我想说的是 谢谢你 啊 这啊 这 不对劲吧 因为你们的捣乱 才让我有了今天这个奇特的遭遇 不过我也明白了 为什么我会成为蛋饭子的克星 哎 为什么呀 因为我曾经答应过 从未来穿越过来的我 要永远跟你们送中到底 哇